第一次遇到粉丝 看见我们的路上冲突了 感谢今天看到的这位粉丝 帅哥 帅哥 关注了我们 之后我们在外网上就要换到一个英文名字 今天有点下雨了 我们今天要去吃美国路边摊 墨西哥快餐 还有中国快餐 我们要看一看到底是中国的快餐好吃 还是墨西哥的快餐好吃 这个小道有点 可以 加身衣服好吗 贵 steak do you want steak 这是电影里面的吗 你说那个妈妈和伯伯 我们刚才是有号吗 没有号 那我们怎么叫我们呢 等会儿会掉 我会说 你买到早上发 你的东西到了 taco freedable taco taco 鲜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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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鲜�鲜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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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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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 很开心 它不是一个taple 那sufo taple就是 好多东西啊 好多薯片啊 我的衣服上蹭上了脚 不是我弄的 不是我弄的 太可怕了 哇 来了美国快五年了 终于还是入手了这个panda 今天就是一股甜酸甜酸味 看的不错 这个面这个饭 外相生的不错 真的可以 我们要三个菜的就可以了 这位的主要是合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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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去那儿点子吗 炒面 感觉炒面的甜的机率比较小 炒面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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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豆腐和鸡蛋 对 这是鱼吗 这是鱼 不是 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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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是只有在美国才有的中国小红队 这是美国才有的中国小红队 这是美国才有的中国幸运小饼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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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 闻起来不错 看起来很棒 公宝鸡丁 黏黏一块的 看单狮子 其实我对这个还比较期待 哦 这什么 你看 这是他 他管在这 这个人家忙去不要切上去 你直接吃 你吃吧 你直接吃 疯了吧 问好点 他们俩是合起来的 这家给这几斤 这家给几斤 这家给块子 什么他妈的 就惊喜 怪不得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合起来才是牛逼的 他推荐的 我说有没有 传统墨西哥肉的搭配 他说是这个 要不就是牛肉 要不就是辣猪肉 因为这个tako是牛肉的 所以这个叫辣猪肉 哇 这个闻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香 酸酸 很甜 跟你到中国菜味道很像 如果他是牛肉的话 那就是土豆炖牛肉 他现在猪肉就是土豆炖猪肉 你的灵魂在这边酱 想拿一口不带酱的 他认识我没吃那个酱 确实是 土豆炖猪肉 土豆炖猪肉 再加这个酱来一口 加上酱来一口 土豆炖猪肉 加了点臭的感觉 很好啊 看他一个surprise很好啊 为什么应该 网上品价那么差 搞得我们一直都没有吃过 这个豆腐真的很好吃啊 这些甜的 挺好吃 辣辣的 我觉得我被这个炒面 冲草 真的要很便宜 三个菜 一个主食13块钱 这13 这也13 吃了 来一口 taco 怎么样 很不错 这比那个猪肉炖 土豆好 然后做一个多买几盆 taco 里面有很多的这种 酱 还有一些猪肉 还有一个辣的酸辣椒 一些洋葱碎 还有牛肉果 还有一个公宝鸡丁棒 这菜相当咸的 在美国这边 他们吃饭盒很多时候 都会给一个这样的薯片 这可能是他们的正饭吗 还是说是 吃饭 小吃哦 哎 拿一个这个 哎 兄弟们 好吃吗 你看这些豆 这是茄子 颜色长得差不多 现在盘味的蓝色已经非常多了 现在好多排醉 现在好多排醉 来兄弟们 耶 哇哦 这一口蛮多了 这边的口感啊 真的很丰富 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吃过一种 上面的吃法 就是煮一袋的 抗湿腹 在锅里 然后放上面煮熟的时候 再煮一袋 干脆面 一起放在里面 吃起来真的是非常棒 有没有想过把它跟它拌的 墨西瓜串 你拌你的鱼吃了 你确定全拌起来 这种肉断了 我也是情菜 接着遭月 接着火 接着火 又来 倒下去 没有烫 就是那种的酱 辣酱柠檬 辣酱柠檬兄弟们 细一点点 是不是怕甜 哈哈哈哈 总共花了13块6毛5 我们点的是家庭套餐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还吃 吃一份这种家庭套餐 非常划算 这个是墨西哥餐 薯片 但是墨西哥的兄弟们还是很好的 我们之前 从纽约开车到游泰州的时候 平常就吃了很多 墨西哥餐 我们几乎都是靠墨西哥餐过来 天天吃汉堡实在吃不了 中餐的我们又不想吃 很常常别的东西 哇 哇 再来一个 其实是我的错 人家给了个叉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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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那我们这顿饭就吃完了 总的来说呢 你觉得 Panda Express好吃呢 还是墨西哥 amigo的 餐好吃呢 我觉得从正宗的角度上来说 应该是很正宗的墨西哥餐 那那个 Panda Express呢 那一群 Amigo人从中国去 Amigo的厨艺不错 哈哈哈哈 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走吧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关注收藏 准发写了个写 我们前面看到的都是 他们没有地方住的人的家 他们其实就是住在这种小帐篷里面 这可能就是他们的事业 就是收一点垃圾 摆在这 因为这是那种非常危险的地段 这个地方 他们就是 哎呀 我不敢录了 我怕被他们看见 看见我们在录上冲出来 怎么办 真的是很可能 看见我们再来 你有证明和你 你的 2010号 这位生日 我一直在红原 我一直在红原